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ny 今天就讲两个下周要公布的重磅财报 包括Netflix和特斯拉 今天我们就从公开信息去找一找 这两个公司的业绩预期和实际公布报表日期前后的交易策略 奈飞NFLX将于星期二盘后公布财报 Netflix是纳斯达克指数个股当中市值排名第11的股票 对大盘有一定的影响力 特斯拉拥有大量散户粉丝 今年股价涨幅巨大 下周三盘后公布财报也将构成下周重磅财经事件 节目开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根据分析师预测 奈飞在三季度的预测平均每股收益是2.01 较二季度的1.59 有26%的登涨 此外奈飞还上调了加拿大会员的月费 美国会员暂时还没有涨价 奈飞是一家以DVD租赁起家的公司 现在的商业模式和YouTube不一样 它不从免费视频上获取广告收入 而是通过用户支付月费获得收入 那么奈飞的收入就是用户数乘以月费 公司的竞争对手除了传统的有线电视 这个领域还来了像Disney Plus这样的百年老店 来参与竞争 同时还有盗版这种最可怕的免费竞争对手 这些都决定了奈飞在订阅费上涨价的空间有限 用户订阅数字的增减情况 就是决定收入增减的重要系数 上个季度赌奈飞财报的就亏得半死 上季度受到疫情在家看电视的利好影响 奈飞财报非常优秀 但财报公布后的一天下跌了34.4美金 6.52%的跌幅 原因就是对三季度用户数的展望低于预期 当时公司就预测三季度付费订阅会员的增长 将会是250万 而市场预期500万个新订阅 就这样一个数字让奈飞一天跌掉6.52% 为什么订阅用户数对奈飞至关重要呢 这就是它的收入模式决定的 当收入数等于用户数乘以订阅费的时候 订阅费平均却在小幅下降 二季报公布的平均用户订阅费收入是8.96 这比2019年的普遍高于9美金的收入还是有小幅下降 那收入的增长只能依靠用户数的增长了 用户数增长受到美国用户的天花板限制 家庭数量就那么多 渗透率68%到74%之间继续增长有瓶颈 用户增长更多的是要靠美国以外的市场 比如印度 但是不同的国家消费力不一样 订阅费就会下降 这反过来制约表格当中那个平均订阅收费的数字 这就是公司对三季度的订阅增长展望不乐观的原因 三季度当中的9月份 美国用户出现了退订奈飞的趋势 9月中旬因为一部叫做Cutis的电影 在Netflix发布后的几天时间 退订会员的人数是平时的好几倍 这给三季度用户数的增长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并且9月份迪斯尼靠花木兰引流Disney Plus的会员订阅 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分流奈飞 迪斯尼在疫情困境之下被迫加快发展流媒体业务 这对本身拥有原始内容优势的迪斯尼来说是个好事 而对奈飞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了 有分析评论认为 奈飞收视榜单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一半以上是来自第三方授权而非原创 然后这些节目的版权方自己也在发展流媒体 节目内容为王 用户不会认奈飞这个品牌 只会认准什么大篇好看必看 然后才会去订阅 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流媒体行业 奈飞即使三季报表现还很优秀 仍然不能忽视它长远发展当中的潜在风险 赌财报建议 如果周二收盘前大跌 可以买入博反弹 如果周一周二上涨 财报公布后有大跌的风险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特斯拉 这将是特斯拉第五个季报盈利 之前炒作四个季报连续盈利进标普成分股 这个戏码有可能会在适当的时间回来继续上演 特斯拉三季报比二季报更好 应该是分析师的共识 三季度没有人在预测特斯拉不盈利了 平均每股收益的预测值是0.74 比二季度的实际EPS0.44 有了一个大幅增长 增长了68% 第二季度交车数据是90650辆 已经发布的第三季度交车数据13.93万辆 其中Model S和Model X两个车型是15200辆 而Model 3和Model Y两个车型交车是124100辆 也就是说特斯拉交车数据环比季度增长53%以上 如果考虑到一些汽车降价的因素 营业收入实现50%的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而成本节省方面 特斯拉一直在提高毛利率 三季度利润增长超过50% 达到分析师预测的大幅增长68%也是有可能的 特斯拉财报电话会议还有两个看点 一是德国和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地区 正在建设的特斯拉工厂的最新消息 二是自动驾驶autopilot系统的更新升级 另外今年马斯克号称要交付50万辆汽车的目标 到年底出来的数据也有可能相当接近 特斯拉进入整理之后 就从各大博主的话题当中淡出了 这是一个大型三角形整理的图形 股价在三角形里面 向上碰到蓝色横线上轨 就受压制回调 碰到蓝色下轨就止跌起稳 然而这个三角形收敛到最后的尖角上面 已经没有空间了 这预示着特斯拉变盘在即 而这正好又碰到财报要公布 更是促进股价的波动 所以下周特斯拉极有可能选择方向 从最近NIO大涨特涨的背景来说 电动车还是很受资本追捧的 在这段时间资金炒作NIO而放特斯拉去休息 接下来盘面热点有可能轮换到特斯拉 个人认为特斯拉看多更合适一些 赌财报建议赌多头为主 最后赌财报是短期行为 看长远才能守住底盘 今天仍然在长途搬家的路途单中 拍摄出镜视频相当不便 请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